俄羅斯總統普清十七號凌晨抵達哈爾濱 上午普清將參加中俄博覽會開幕典禮 出席中俄區域合作論壇 並參觀哈爾濱工業大學 第一天在北京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普清 共同參加中俄建交七十五週年音樂會 下午兩人在中南海 習近平的辦公地點輕鬆漫步 坐下一期品茶 暢聊國際局勢 大陸政治局常委蔡奇 外交部部長王毅 以及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新任國防部長貝洛索夫 中俄國安關鍵人物都隨時在策 16號中俄發表的聯合聲明 表示將深化軍事合作 擴大聯合軍演規模 但相較於俄烏戰爭前2022年2月4號的聯合聲明 當時提到友好沒有止境 合作沒有進區 如今卻隻字未提 大陸學者認為陸方表述出現轉變 是對俄烏戰爭影響的理性評估 美國國務院警告大陸 不能希望跟歐美打好關係 卻又跟對歐洲安全造成威脅的俄羅斯深化友誼 外媒BBC認為 大陸經濟疲軟需要歐美市場 當普清想要的更多 習近平必須衡量風險 TVB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